台灣的地球來講 它是一個新生的這個地質 那比較特別呢 就是哈揚跟高山 這個都是塑造這個土地不一樣 那整個氣候呢 這個 韓代啦亞韓代還有熱帶的這些 生態有這個豐富性 比較特別呢 就是這個 我們有很多的這個 這個原住民啦 漢人啦 西班牙還有日本的河南人 就是整個它的這個文化 它有一個豐富性 就好像不來的老伯這樣就對了 啊 咕咕來挖一個挖一個 什麼人都不記得 那一樣呢 在十幾年前呢 我跟這個 楊國真老師呢 還有這個高雄的生態中心呢 我們就去了一趟鎮西堡 跟楊總的這個分享裡面一樣 這個地方呢 也是讓我被感動 我想不到在台灣這個土地 竟然呢 真的是這個幾千年的這個樹木 這個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無法想像像日本那個時代 這麼多的樹木被這樣摧殘 所以想起這個土地真的是 被糟蹋真的是存在 所以有時候我也覺得說 應該呢 要把一些留下來 讓後代的主持人能夠去描解 能夠去描解這一塊土地 那我想那樣的地方對我來講 就像看一個老朋友 已經不是在接近看這些樹 每一尊都會講話 你看 樹木都一兩千年 各位你可以想像一兩千年你在哪裡 你何其有幸 你在這個時空能夠跟他認識 非常感動 那個時候 那一樣呢 我來到這個書馬庫村 有很多的景象你想得到 真的是 有去那個地方 你被那個氛圍被感染 那個時候 那個楊國珍這個老師 他解說讓我了解 他的這個 這個塊木的這個情緒精神 所以讓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影像 當然我也說 我一定要盡我最大的努力 為這些這個樹木 你為這片土地 你能夠做一些事情 那你看這麼漂亮的這個樹 這個最少都是有一千年以上的這個樹木 在我們這個孰空的交錯裡面 我們可以跟他見面 不相當難的 那這個是當地呢 他們標榜 有問過那個陳老師 他說大概三千年左右 沒有那麼難 他說你接近一看 真的是不一樣 他的表皮 他的荒花的程度 真的你可以看出來 大概他的這個歲數 那 接下來呢 要跟他來分享就是 我覺得 因為我接近這個大樹 我覺得這塊土地有很多 我不認識 所以我就開始爬山 爬百雁 那 我升田第一座百雁 就是在1999年 那 這個就是 其實我們北大五大概有去山灘 只有一處登頂 這個是第二次 這個是第二次上去 那 知道很多 爬過百雁的人都知道 北大五的這個夕陽真的是很特別 很漂亮 真的是不一樣 那我在2001年 我登一山 這是我第一次登一山 一山呢 我去過山灘 這個是一山北峰 在兩年前我去一山北峰 一山北峰非常漂亮 我也透過朋友的關係 我可以在這個地方住個聊天 告訴你 真的 時間過得特別快 真的是三中五歲 我不知道那一天怎麼過 非常快就 太陽又下去了 真的是 留下非常好的回憶 各位你想不到 在台灣的這個土地 在我離開前的30分鐘 第一次這個黃河雕 這個西伯利亞特遊走 黃河雕 也是因年繼位 留在這個土地 我在 在這個能高 跟兩隻這個水鹿 白天他們就跟我在那邊玩一個小時 我在爬雪山 我聽到台灣黑熊在叫 你想不到 台灣的他的這個生態這麼豐富 真的你沒有清零的話 你真的是無法想像 很漂亮 這有兩隻 有兩隻 一公英兩隻 他們就在旁邊這樣 大概十分鐘就離開 這個給我的這個留下 非常非常特別的印象 那這個是我2003年跟雪山 那這個當初呢三月份 還有很多的長血 那個時候我第一次呢 在山上看到這個血 我們想不到 在台灣的土地 在冬天的話 在高山的話 他的這個血 是這麼這麼厚 其實這些很多都是那個 杜鑑 那就是兵在杜鑑 所以很多人呢 他都不敢上去 他們都在這邊玩 但是我們就非常辛苦的 就從這邊上去 一般是從這邊登點 那個時候沒辦法 就從這個這一邊 從北陵角這邊 登 我們三個人 那一天就只有我們三個人去登 非常特別的感受 他花了半天的時間 滑上去 結果我們大概三分鐘我們就滑下 那個感覺真的是非常特別 你想不到在台灣這個地方 你可以跟在這個這個這個 所謂的路本啊 北海道一樣 你可以看到這些景象 那這個蘭古大山就是 我們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 好在2007年呢 我用了大概一個禮拜 爬了這個秀夫人 那 那 經過這個 八通關古道 也了解 這個 我們原住民呢 這個 相當特別 他的一些 這個 民族線 都不一樣 我們也了解 整個在這個土地呢 要有一種包容 要有一種 不同的 一個多元的文化 能夠讓很多人 有不同的 這樣的人 能夠在這個土地 能夠生存 生活下來 那 這個是 當初的這個 公司的一個 科技年導演 那也拍一些紀錄片 因為這裡面有兩個人 他們要登 這個 聖母后 那也陪著我們 已經 做這樣一個體訓練 那這是我 第一次完成 所謂的這個 台灣的午夜 這是剛剛 報告分享 這是我完成的這個 台灣的午夜 好 接下來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個主題 來 臨界天堂 我為什麼 把這個主題 定位為 臨界天堂 藍族大賽 那就是看著這一本書 看著這本書